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在汽车里面别光说跟自己竞争对手比较 还要跟同品牌的汽车比这样才对嘛 奔驰的出品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 这不奔驰在车展上发布的奔驰A级就不断的碾杀同机车 还直接威胁到C级车 这是要比C级车下台的驾驶呀 从外观上看 全新奔驰A级三箱长洲聚轿车 引用的是全新奔驰CLS的设计 也就是经典的双门轿跑车的设计 这种设计让全新A级轿车的外形更加具有感染力 充分地体现了豪华轿车的舒适感以及美感 不得不说全新奔驰A级极好的传承了奔驰的一贯风采 而且更有魅力 内饰部分借鉴了奔驰S级的内饰设计 质感与品味相融合 就连双大屏中控台都是与S级一级一样的 每一个细节都在展示着高级感 空调的出风孔也让执着的设计师改成了飞机涡轮式的新样式 可以说这样的内饰简直完爆C级车 不仅如此 全新奔驰A级的轴距有2789毫米 虽然对比C级车的2840毫米来说还是短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它们相差了一个级别 所以说已经很不错的了 在动力配置方面 全新A级总搭载了两款发动机 一款1.4T发动机 最大功率比C级的1.6T发动机还要大 另一款2.0T发动机动力更是强胖 值得关注的是 全新奔驰A级三厢厂这句轿车的价格是20万起步 而奔驰C级车价格在31.28万至48.9万这个区间 10万的差距还能买到比C级车更好的车 相信很多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款全新奔驰A级轿车吧 估计这把能把C级车币下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